北京时间1月9日,太阳主场对阵热货 全场比赛结束太阳,以100比123输给了热货 本场比赛热货这边依旧是缺冰少将 反观太阳是赢回了爱顿和麦基 所以阵容比较齐整的太阳无疑是有着太大的赢球机会 只不过在这场比赛中太阳显然是太过大意了 眼看着热货的爆发,太阳是直接被拉开了比分 而面对这样的大坑,太阳下半场比赛中也没有办法追进比分 最终太阳是爆冷输给了热货 上半场比赛中太阳一度是占据领先的 但是后面的比赛中,热货逐渐找到状态,完成反超 而当罗宾逊打出爆发表现的时候 热货更是直接拉开比分 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太阳已经是落后到了21分 第三节比赛中,热货是继续保持大比分领先 虽然之后不可有所发挥带领球队追进比分 但是很快在洛瑞带领下热货就稳住局势 太阳也依旧是落后21分 之后的比赛中,太阳进攻状态不佳 尤尔特·赛文等人继续帮助球队扩大领先 末尾阶段杰克逊得分止血 三节比赛结束,太阳落后19分 第四节比赛中,热货进攻状态不佳 在艾顿发挥下太阳将比分追到了只差13分 但很快罗宾逊发威又拉开比分 后面太阳依旧追不上比分 最终太阳放弃比赛,让热货赢了一场大胜 应该说太阳这场比赛遭遇惨败真的是令人意外 只不过在这场比赛中太阳的进攻确实不好 在防守端板上联防的时候 因为热货外线三分的爆发也是让他们没有办法 在策略上被稳稳压制 也导致太阳无奈输掉了比赛 在这场比赛中布克的进攻状态也不好 全场比赛结束布克15中午 得到了26分四篮板三助攻的数据 至于保罗也是在比赛中表现不佳 全场比赛结束保罗9中 三支得到了9分二篮板七助攻的数据 爱顿这里得到了12分八篮板一助攻的数据 本来这场比赛对于太阳来说是一个好机会 毕竟热货现在的残阵 想要击败太阳还是很艰难的 所以这个时候太阳本该抓住机会 进一步拉开跟勇士之间的差距 但最终太阳输掉比赛西部第一轰然倒下 反观热货之所以能够赢下比赛的胜利 其中替补罗宾逊在比赛中是立下了大功 如果不是他在比赛中的爆发 那么热货想要拉开比分是很艰难的事情 全场比赛结束罗宾逊十七中九 得到了27分四篮板一助攻的数据 当然西罗在这场比赛中的表现也很重要 全场比赛结束西罗得到了33分五篮板三助攻的数据 所以当罗宾逊和西罗都打得这样出色的时候 洛瑞在比赛中就打得比较轻松了 全场比赛结束洛瑞得到了14分二篮板13助攻的数据 而热货赢下了比赛的胜利之后 篮网禁敌熊鹿就危险了 毕竟本来熊鹿就跟热货之间的差距就不大 如今热货赢下比赛的胜利 更是追平了两队之间的差距 最终热货也是来到了东部第三的位置 可以说热货在残阵的情况下还能够继续提升自己的战绩 那么等到热货阵容齐全的时候 热货恐怕有望继续提升自己的排名